太行 你看视频却不订阅朕的频道 难道就不怕朕营运之下 砍了你吗 林玉玫 你婆婆肯定把钱都补贴闺女了 竟然连给自己的孙子都舍不得花 玉玫 这件事的主动权永远都在你自己手里 你若是想做 那咱们姐妹就陪着你去做 你若是不想做 难得糊涂的话 那咱们就不想那么多了 林玉玫最后决定明天去京城做酒席事 要去小姑子家试探一下 既然把主家该做的事都做完 林玉玫稍微打听了一下便直奔小姑子家的住处 一走进胡同 就看到有一户人家门口织着一个小摊 这就是我小姑子家 妹夫在外面卖货 她便在家门口织了个摊 既不影响她在家干活看孩子 又能赚几个钱贴补家用 说不定真的只是夜三嫂多心了 自己就当过来走个亲戚算了 谁知正在她心里想着的时候 就见胡同对面走过来几个年轻力壮的男子 几位大哥 你们这是干啥啊 上次不是都说好了吗 给我们宽限几日 上次已经给你们宽限了十日 还要我如何宽限 可是可是我男人出门弄钱去了 还没回来 九几位爷在等我们几日 等我家男人弄到钱回来 立刻就还给你们 去找你娘要钱就说去找你娘要钱 还出门弄钱 你还真会给你男人脸上贴金 你娘家倒是挺有钱啊 天天供着你男人吃喝嫖赌的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你婆婆跟你小姑子之间就是有猫腻 林玉梅本来就不怎么好看的脸色更白了一分 原来婆婆根本不是节俭惯了 而是拿着自己给她的钱 磕带着自己的儿女 然后一股脑的贴布给小姑子 讨债的人显然也知道 现在是要不出钱来的 恐吓威胁了一番之后 便带着人离开了 嫂 嫂子 你 你怎么来了 快 快上屋里坐 多久了 嫂子 你先别急 你听我解释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这么多年了 我总算知道我给婆婆的钱都花在哪了 我也总算知道我儿子闺女在家 为什么连个鸡蛋都吃不起了 这事我管不了了 让你个自己看着办吧 今天她若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 以后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叶大嫂见她精神恍惚的怕她出事 赶紧追了上去 我们来京城做酒席 你嫂子还专门买了东西 说来看你和孩子 你说说 你们老王家人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林玉梅整个人就开始抖的站都站不稳了 玉梅 年缓一缓 别把自己气出毛病来 不值党的 林玉梅嚎啕大哭起来 好了好了 哭出来就好了 走 我陪你回去找你小姑子算账去 俗话说得好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哪有这样回娘家 要钱给自家填窟窿的 这和抢抢民才有什么区别 真是岂有此理 咱先去凌龙阁找你男人去 毕竟是她的妹妹 先看看她是什么态度再说 林玉梅知道除了这样也别无他法 叶老三与王哥看着几人进屋吓了一跳 怎么了 说什么事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咱俩不在家的时候 娘什么都不舍得给两个孩子吃 弄得咱家孩子跟同龄的孩子比起来都又瘦又小的 这事你可曾真的往心里去过 我还寻思啥事呢 那不是因为咱娘平时她会过日子了吗 这上我也不是没说过咱们 何至于你哭成这样呢 回头我再说说她便是了 如果只是你娘会过日子 我也不说啥了 只怕是把我给她的钱都存着贴补别人了 玉梅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娘是够了点 这是帮咱们带孩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咋能这么说她呢 你娘把钱都贴补你妹妹了 我知道我娘有些事做得的确不对 这是你为免业太小题大做了吧 妹夫有本事 会赚钱 小妹家日子过得比咱家好多了 哪次去看咱娘不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她不上赶着贴补娘就不错了 还用得着娘去贴补她 要不是我今天去看你妹妹 你这话我说不定还真心了 你可知道 咱们给娘的钱 都被她拿去给你的好妹夫还赌债了 你妹夫可真有本事 就是个吸人血肉的烂毒鬼 我不知道你听了什么风言风语 还是小妹怎么得罪你了 但是饭不能乱吃 话不能乱说 可不能自家人污蔑自家人 我污蔑她 王根 她是你妹妹 我还是你媳妇呢 我说的话你是一句不信啊 既然如此呢 干脆别过了 我带着儿子闺女走 你守着你们老王家人过下半辈子吧 这件事若是解决不了 那就去何理 没有你 我一样能把姑娘儿子养大 起码别跟着你娘的时候抢 林玉玫 中场休息 各位看官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 是否继续更新后续剧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就会更新后续 你什么意思 我看你是多赚了几个钱 就瞧不上我了 在这没事找事吧 玉玫 有事儿好商量 这事儿本来也不是王哥的错 你跟他生什么气呢 俗话说得好 一日夫妻百日恩 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是 王哥 你也是 你跟玉玫这么多年夫妻 还不知道他是啥性格 他是那种听风就是雨 满口瞎话的人吗 今天我们陪他去看你小妹 刚到门口就碰上高利贷讨债 我们都能给玉玫作证是真的 王哥一下子就愣住了 大嫂 三嫂 刚才你也听见了 他就知道护着他家里人 我跟了他这么多年 都还是个外人 我能不生气吗 就是 哪有这么跟自己老婆说话的 我听着都生气 不能怪人家玉玫不想跟你过了 你不是不信吗 咱们这就去你妹妹家 当面对质 哈 我自己去问清楚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我当着大家的面给你赔礼道歉 去就去 我等你道歉 于是几个人一起再次来到小王室家 哥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怎么把你给吹上门了 你咋也不提前知会一生 我得好菜好饭的招待你啊 怎么 你这是打算拿玉玫家的钱来招待他们两口子吃饭 怪不得是货郎娘子 这算盘打得可真惊啊 哎呦 谁家狗在这儿乱叫啊 我劝你一句 这里是京城 不是你们乡下地方 别人家的闲事少管为好 李玉玫一听小王室居然敢骂叶三嫂 比自己受了委屈还生气 你别太过分了 信不信我撕拉你的嘴 别人家的事 你让人家自己解决 到底怎么回事 我听玉玫说葛玉龙好赌诚信 不但欠了高利贷 还常年管妈要钱 这事是真是假 你若还把我当哥 就跟我实话实说 这事就还有解决的余地 哥 妹妹的命好苦啊 当家的前几年被人带着去赌钱 一来二去就上了瘾 我也不想找囊要钱 可我们家如今真是吃了上顿墨下顿了 再不还钱 催债的就说要把我和孩子抓去抵债 哥 难道你忍心就这么看着我们不管吗 听着自家妹妹声味俱下地承认了这件事 王哥先是震惊 而后心底涌上一股酸楚 本以为妹妹跟妹夫在京城过的是当家娘子的好日子 谁曾想这几年近期惨到这个地步 都是个不好 这几年忙着干活赚钱 都没顾得上关心你 不知道你如今过的竟是这样的日子 眼看着兄妹二人抱头痛苦 林玉梅气得手都开始发抖 别胡扯了 为了博取你哥的同情 可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你看看你身上穿金带银的 衣裳也都是上好的料子 随便一件就比我从头到脚斗之前 你吃不上饭 无非就是看我和你哥好欺负罢了 我和我哥说话 有你什么事 家里的钱大部分也都是我哥赚的 我可是他亲妹妹 给我花点怎么了 以前我隔三差五往娘家拿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不要啊 现在开始跟我分彼此了 合着只能你占便宜 一点都不想付出 看着小王室脸上不屑一顾的表情 林玉梅抬手指着她 被气的话都说不出来 你以为谁都是你呢 玉梅如今跟着我家大嫂出去做酒席 主家可都是达官贵人 你哥如今可未必有我们玉梅挣得多 吹牛谁不会啊 小王室说完 就看见王哥垂下了头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难不成如今真是嫂子比哥哥赚得多了 好巧不巧 葛玉龙突然吹着口哨卖进了自家大院 他刚找丈母娘要了钱 看到王哥两口子却丝毫不觉愧疚 钱还上了吗 今天他们又来家里闹了 把门口的摊子都给 还钱 还钱 你除了还钱还会说点别的吗 看看你天天是哭伤的样子 我的好运是都快让你给我败坏光了 你不是去找我娘要钱了吗 你答应我拿到钱就去还高利贷的 你娘手里能有个钱都不够还利息的 你少废话了 难得我今天感觉不错 说不定一把就翻身了 你还要去读 臭娘们 喊什么喊 王哥见状瞬间急了 你小子敢打我妹妹 你敢打我 老三 你快把人拉开 哥 有话好好说 你怎么还动手呢 跟他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刚才自己被葛芋荣压着打的时候 妹妹在旁边无动于衷 还不如叶家人关心自己 但是一看到葛芋荣拉了下方 妹妹立刻就冲上来护着 也难怪葛芋荣干这般有事无口 你敢打人 我这就去报官抓你 不让你赔个倾家荡产 我就不信根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你干出这种事来 打你一拳怎么了 还要去报官 能不能要点脸 这里可是金城 片子脚下 不是你家那穷乡僻壤的地方 我们金城能够讲理讲法 跟你们这些刁民真是说不清楚 你快别闹了 还真要报官把我哥抓起来复成 不报官也行啊 五十两银子 拿钱撕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